我曾经靠这个配方在我们沈阳四伙买了六套房 每天这个鱼跟头小咸菜呀都能卖好几万的 喝上两碗大米粥那是真相啊 鱼跟头咱们先用刷子给它抓净 然后把不能吃的地方给它削掉 鱼跟头从中间给它切开 里面有黑鲜的 证明它没有农药绿色食品 只需要用刀把黑鲜去掉就可以 清理好的鱼跟头咱们先撒上一层大粒盐 然后加入清水 给它浸泡一个晚上 这样可以去掉它的垃圾 我爷爷从御膳房偷着弹着 咱们先倒上五十八度的高度白酒 目的是给它杀杀菌 然后把酒倒出去 然后把鱼跟头放里 放上一层鱼跟头 撒上一层大粒盐 反复这么放 反复撒盐 最后风口数多放上一些盐 先不要添水 给它腌制一宿 等盐化了 咱们再加入清水 这样它不容易长毛 五十八度的高度白酒 咱们得来它搬盖 放白酒呢 可以防止它腐烂 一会你看完我这个视频 你就像我的主页巴拉巴拉去 全是好吃的家常菜 都很适合在家里做 像我这样腌的鱼跟头 扣上盖子 放一年它都不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胃破碎